朋友们好,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教朋友们画紫色的葡萄 我们用这个胭脂加花青 这是胭脂,我们调和花青 把它调成紫色 一定要调和匀 然后笔尖呢,我们再沾实青色 实青的颜色 实青色呢,就是为了葡萄挂霜的这种形式 我们在画葡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葡萄与葡萄之间的疏密变化 先画它近处的,颜色比较实一点的 两颗或者三颗为主 然后我们再调色 加一点点花青 调成紫色 笔尖再沾 实青色 注意它们之间的疏密变化 上宽下载的表现 我们一定要演示出来这种表现 画出它底部的葡萄 它们之间呢,也有一些长路关系 然后我们呢,再把颜色稍微加重一些 多加一点花青 调成一个深紫色的表现 深紫色 稍微加一点点墨色 我们换它深处的葡萄 我们换它深处的葡萄 深处的葡萄 注意它们之间的长路变化 这是它深处的 这个部位呢,我们也要给它产生一个呼应的关系 也要画出它的葡萄的 大小关系 产生一个组合画画 它这个藤的部位呢,也要给它渲染一个葡萄的形式 突出藤的背后,还有葡萄的这种画画 也就是说产生一个长路的变化 长路关系 画出这几颗石的,颜色比较实一点 颜色,然后我们再画虚一点的 调制呢,颜色稍微加一点胭脂 颜色稍微加淡一些 从这个部位,我们产生一些虚一点的 颜色可以稍微给它淡一些 改变一下这种颜色的画画 这个部位呢,我们可以也给它产生一些颜色变化的这种形式 向下垂的 产生了一个酥密的这种画画 我们把毛笔清洗干净 蘸一点点黑色 画上它的果蹄 蘸黑色 重一点的黑色 我们来表现它的果蹄 表现果蹄的时候 注意葡萄它这种走向变化 我们不要画错了 然后果蹄呢,一定要稍微粗壮一些 不要太细 太细的话 它与这个葡萄的比例呢 不成正比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比例的变化 酥密关系 葡萄呢,有密的位置 也有稍微稀疏一点的位置 表现出它这种酥密的变化 我们用白色点色高光 突出葡萄的这种高光状态 这是葡萄的高光 然后我们再用淡一点的颜色 还要比这淡一点的颜色 多加水,少加色 画出它这个顶部 虚一点的葡萄的表现 给它产生一个虚实变化 虚实的变化 简单的给它代表一下 这种虚实的幻化 有时就有虚 我们一定要表现出这种虚实的幻化 它的果体呢 我们可以稍微用简单一点的黑色 不要太重 给它画一下它果体的形式 再重一点的黑色 点上花旗 再点上它的花旗 这个部分呢也有 这就是葡萄的花旗的这种画画 虚一点的呢 我们可以不用点花旗 因为它离我们的视线比较远 所以说有的时候花旗是看不到的 可以省落 用深一点的紫色 给它填充一下这个缝隙部位 简单的给它填充一下这个缝隙部位 深一点的紫色 突出这个葡萄的这种 比较紧密的这种形态画画 我们再用毛笔 沾一点淡漠色 给它画一下虚一点的叶片 简单的代表一下这种虚实变化的形式 叶片有大有小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以这个大小关系 给它明确的表现一下 还有一些细藤这些虚的画画 这就是简单的葡萄构图方式 紫色的葡萄画画 然后我们把它的液晶 给它描述一下 沾一点墨色 简单的紫色葡萄画画 你们学会了吗朋友们 感谢朋友们观看 再见